欢迎大家来到本期全红98C的比赛解说 这段比赛是八神越大战灯神 双锋全主力对战 现在八神越用大门 对抗灯神的哈维帝 灯神用哈维帝还是来克制八神的大门 但是貌似这一场克制不住了 八神越就连续使用几发朝天脚水攻 那灯神还都中了 灯神现在还没有气 没有气就连不了太高的伤害 只能前前后打了一回 板别循环打牙齿 大门能不能抓机会 给他一个头上腹中了 头上腹两段 好敢躲着大门 头上腹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站清脚接一个天地法 下地头上腹更帅 第二段 最后来一个里头 来篮子三 那就更稳一些 只是来里头的话会省下一颗气 给灯神流上一滴血 来看灯神下一个king king能不能拉开安全身位 现在king 继续一个强强操作 但是还是中了大门头上腹 大门猛如虎 哇 里头到角落 开启大招之才了 灯神该何取何从 下地头上扶个摔 一脚踢飞 小跳跟跳 跟跳以后应该是想空气来着 但是灯神并没有上钩 灯神空中踢了一脚 现在灯神使用一发望向踢 灯神还有气 还可以再使用一发大招 好落地级勾上去 然后连到特级 玫瑰旋风梯空中大招收敌 完事儿 那么也来到八神 下一个不止火舞了 这个不止火舞其实 这个作用很关键的 就看八神远能不能拿捏得住 king开场就急气 发动一个潜潜攻击 站中角 连到腿 原地闪神 骗对着出招 不止火舞好像知道灯神要干嘛 他故意不动 等灯神闪完了之后 他再动 后面灯神 还是连住了 残血加满气 有八神运受的了 雪峰踢空中接大死 中间中段 打个百事连 八神一几就差不多跪了 一波望向踢 接落地机勾住 反边再循环一个落地机 又来一个望向踢 旋风机空中接大 简单利索 打住了七十多连吧 一招带走 好的来看第四个会合 八神越的八神 这才是重中之重 八神是直接宝气 挑递强攻 反身为责 重拳回花 清剧一 三世带入 八神女后 上了 拿下灯神的听以后 灯神还有板次良 这也是灯巴大战的精髓所在了 板次良占八神 第五个会合 看这局情况怎么样 八神是直接爆气 板次良发到一个攻击 挑飞地 挥手套 哦 两个硬折百合折 灯神应该是在等待他的残血 我也花三世到角落 就看八神会不会空血 他们两个打应该是很多场 估计也有几万场了吧 已经打了很多年了 对双方实在是太了解了 圣龙对空转到一段 地波跟上 反手一个挑战地 转到两段 快花三星月银 哎呦 打点太高 击星月银是接不住的 断掉了 灯神 灯神残血 残血极强反 我老老了 那八神月 现在也有能力强反一发 板次良 利用天地爆炸拳 追击 一波阵雷剑吸住 半边再来一个 天地爆炸拳 拨接一个大波 好圣龙又接波 继续接CDCD又接波 圣龙血砍刀手 又开始他的循环强反操作了 已经打出60多连 飞翔脚一下 圣龙空了 哎呀失误了 灯神 这一失误 那可就完了 因为这一套 对技术要求太高了 失误也实属正常 那么八神月线拿到了一分 我们接着往下看 灯神还是用哈维迪手发 这一局怎么样呢 哈维迪两连跳被 强制抓住 确实强制抓住了 只要敢前前或者敢跳 那挨打的几率呢 是非常高的 好 下青角接一手 超打外格 然后再接个里头 紧神大门再直进 天地反 下地 头上活 第二段 晕了 晕掉以后 那灯神可就没有希望了 这一局 给一个心脏按摩 直接摁死 那么来看灯神下一个游历吧 灯神今天的情况不是太好 那灯神游历 能不能 帮助 啊空隙蓝自三 开场就要秀 方面大门再跟上去 接手天地反 下地 头上活 第二段 然后大门再次紧神 下中角别倒了 灯神 防上防下 还是没防住 没防住 你就可以休息了 下地 头上活 一脚超大外格 一点血 蓝之三可以修黑光 其实巴斯云这个气量 是完全可以修黑光的 现在灯神最后一个角色 板气量 来了 板气量首先集气 大门也是空中跳地 头上活应对 两点接上一手天地反 跑跑 哎呦 跑跑没有动 大门再跳地抢空一下 空隙蓝之三肯定是 跑死 那板气量一直浅浅浅浅 大门直杠贴地 角落大门跑抓一手天地反 下地 头上浮 第二段 超大外格 没出蓝之三 他又跑失了个天地反 这是晃了灯神一下子 这晃灯神这一下子可不得了啊 给灯神致命一击了 哎呀 超杀龙虎乱舞强反 被地雷阵干掉 真是耻辱 看灯神下一局操作 巴神已经连拿了两分了 哇 开场又被顶了起来 这个前前操作好像不太灵了 一个头上伏就破了 头上伏接摔 大门再进身 下中鸟别倒了 灯神怎么回事 灯神今天确实手感不佳呀 天地反一下 头上伏一下 头上伏两下 进身身 蓝至神 不接 那已经晕了 晕掉以后大门闪到背后 又一个心脏按摩 好像是对重复了刚才那个结果 来看第二个回合 灯神的游力 现在游力一波攻击 中天地向 圣龙取消来个波 波接CD 圣龙再接个波 距离不够 雷黄泉撂倒以后 又被心脏按摩了 哇 暴力掌机 熬不到 熬到了 熬到了游力旋风腿 飞翔拳要开始了 清拳攻击之后 暴力掌机 中招 大门直跟一手 切住反 来一发天地反 超大外哥 进身 蓝至神 火 蓝至神又一个超大外哥 灯神懵了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打法 点青角 天地反 头上服 给个超大外哥 灯神就剩一个板气凉了 感觉这几场 都是灯神在看80年表演的 第三个回合 灯神的板气凉 板气凉开场救急器 空中跳跃地 但是还是中了大门的 一把头上服呀 这个头上服专业克制EX选手嘛 一发地狱折落 头上服 一脚踢飞 他没头上服 两段三段头上服 真 这强制折磨 没有折磨好 把神又玩脱了 现在被板气凉搞了一套 板气凉也有点小好的失误 灯神节奏被打乱了呀 平时这么稳的连招中间还失误了 第四个回合 巴神越得不知火舞 现在不知火舞 前冲压制 再压制 板气凉直接集气 最后不知火舞 就一直这样压制 板气凉嘞 板气凉 哦 一直跳 一直跳 他就一直爽 砍刀手 被迫 闪身 压制 中拳出击 再打压制 飞翔脚接波 波接一个天地霸王拳 干晕以后 板气凉翻牌的机会来了 霸王小吼拳 只杀巴神欲的巴神 你看这一点点血 这也是灯神最舒服的血量 现在灯神这个血量就不太舒服 因为血多了一点点 被巴神打到红血 灯神 我觉得要枪反 拉个天堂剑 拉个超杀 板气量直接忽利亚给他急刹车 霸王小吼拳 一次大波 两次大波 三次大波 四次必杀 然后再来一个大波 五次大波 还有大波 现在二十三连之后 其实也打不了多少血 这时候灯神就果断放弃了 放弃之后又挤满一拐气 试图把板气量 把巴神给打晕 他成功了 打晕之后巴神 那就不好搞了 一个霸王小吼拳干掉 这几个大波搞得很带劲 比分现在来到2比1 我们接着往下看 其实灯神这个翻盘呢 翻了也挺不容易的 主要大门的这个压制力太强了 哇 这大门真正一道铁门一样啊 站在灯神面前 让灯神很难破防 铜墙铁壁 大门再来一个戒神 前跳后跳 灯神居然没有动 哇 灯神 灯神在想什么呀 这是 灯神残血加满气 跳就被顶 等你跳了 再看灯神下一个人了 第二个回合 灯神的哈维迪 现在哈维迪 一个前冲一个拉后 大门还是使用一招天地反 送对手上天 近身超大外哥 近身来个里头 哇 这局大门又是猛如虎 还是犹如铜墙铁壁一般的大门 哇 头上服接了个欲亏 近身扔 近身再扔 我们近身连续的扔 肯定是跑不掉了 灯神 头上服已经晕了 两段头上服晕掉以后 大门地雷阵收割掉它 那灯神又生一个板翅梁了 灯神表演了 要该灯神表演了 看灯神的板翅梁能不能表演得起来 板翅梁先积满一管气 逆向过顶 中拳出力 拳拳拳 一个cd 两个cd 斩列拳吸住 漂亮 飞翔脚接波 飞翔脚再接波 然后斩列拳又吸住 没吸好 但是大门也保不住了 看这个情况 天地霸王拳 不接 这个天地霸王拳更完美 再看八神有下一个boss火舞 灯神还能不能再次一一第三 把比分拉平 滑上滑一下 下腿确认 落地飞 灯神危险了 扔上去一个道 板几辆龙虎乱虎被打没了 再来个道 那没有了抢反 灯神只能是坐以待毙 束手就先结束战斗